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都笑话他 但是老师没有责怪他迟到 儿是说了他这次考试又是全校倒数第一 还破了学校最低分的记录 女主回到家后 妈妈责怪他成绩太差 就一直在他耳边唠叨 然后就让他为家里做点事 女主的爷爷靠写对联赚钱 在小区里小有名气 妈妈让他帮爷爷写对联 和妈妈一直在女主旁边唠叨 女主就在对联上写的耳根清净几个字 当妈妈这时居然就开始温柔了 不再吵吵 女主觉得对联可以实现愿望 就在对联上写下了裁员广进四个字 结果妈妈就给了他几千块钱 让他去买新衣服 女主立刻得知了对联这个神奇作用 第二天他在路上遇到几个劫匪 劫匪盯上了他 他赶紧逃出对联 写下了出入平安几个字 劫匪立刻给他让道 进教室后老师开始发考试题 女主逃出对联 写下了学业有成几个字 结果成绩出来时 他各科成绩满分全校第一 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他鼓掌 这天女主遇到了学校的校草 女主对他心动了 于是他在对联上写出了财色兼收 这时校草走过来主动和女主搭讪 并当着全校人的面和他表白 女主十分的高兴 这时一个胖女孩走了过来 他觉得女主突然这样 一定是有原因的 于是女主在对联上写出了 身形苗条几个字 胖女孩瘦下来后 惊到了全校人 同学们也都让女主帮助 实现愿望 女主一一答应了他们 镜头一转 女主和妈妈两人和和睦睦的在逛街 女主最后的愿望是希望梦境成真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 你会许什么愿望呢 好了 看了电影就是我的人 点赞加关注 木瓜带你上高速 我们下期再见啦 好 这边 感谢观看